在開始之前想和大家交代一些事情 我們的被捕記者鄧澤文 托我向大家轉達 他想和大家說不用擔心 他現在的情況十分穩定 在稍後5時 他會親自在記者招待會 向大家解釋整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 說到警方警暴的問題 在前線怎樣對待我們的學生記者 或者一大眾的記者 其實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有一次最嚴重的不是說什麼受傷 是他的態度真的很有問題 因為我很清楚地向警察 展示了我的記者證 但他竟然用手掩著我的記者證 然後就跟我說 什麼記者證 我看不到 之後就把我推掉在地上 我覺得這次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是掩耳道靈 他這樣遮住 就在欺騙自己 就說我不是記者 就把我推倒 這就是我遇過最嚴重的情況 我相信我的莊園 也有體會 可以說回 剛剛過去的11月2日 在波斯庫街那邊 是因為有一名黑衣的年輕男男生 被警方搜身 過程中各個記者都想搶鏡頭 或者進行直播 但警方就不斷用盾牌 或者用很多人去壓下去記者群裏 甚至是用胡椒噴霧 對著一些並未上街的記者 過程中是極混亂 都是極容易引發人踩人 即使記者提過不要再推 會人踩人 他都仍然是用胡椒噴霧 去含向我們記者 影響我們採訪 所以我很希望警方 可以在他執法的過程中 尊重記者 保持一個適當的 給我們一個適當的距離 去進行採訪 給我們一個空間 而不是不斷用胡椒噴霧 或者是一些盾牌 推載我們去阻止我們採訪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的例子 都只是鳳無倫閣 警察在前線那裡 對記者進行的一些行為 的確是很不恰當的 希望警方之後可以多加注意 我們在這裡也譴責警方 一些不公平對待記者的行為 以及阻撓我們採訪的行為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裡 跟各位職領人 跟各位職領人 既然站出來 complaint握